真是会别春天 南部进入夏天 简直就像是一个大型烤炉 每天最高温度几乎都飙破30度 体感温度更是不用说 这时候来一杯一手摇饮 清凉又解渴 是再舒服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你知道吗 喝太多饮料 恐怕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常常看到很多喝冰冷的人 他说喉咙痛啦 喉咙卡卡的啦怪怪的啦 或是有一些脾胃 对他本来比较虚性或寒性的人 他就好像肚子痛啊 就是胃痛的地方 有些人会容易拉肚子 糖味道功能蠕动比较差的 那反倒是便秘 这些重症都有 以中医的角度 冰冷的饮料会造成体寒 因此一时也建议民众 可以改成养生的清凉饮品 不仅消暑还可以顺便顾身体 吃比较油腻的 那可以配一些荷叶茶 那如果是比较容易 真身体本来体质 就比较燥热的 那当然就可以配一些金饮花茶 那一些比较虚弱的 血液循環差的莲藕茶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比较常见的 像这个枸杞菊花茶 其实在夏天也是非常适合的 疫情下大家戴紧口罩 人心惶惶 顾好身体 增强免疫力 是防疫的不二法则 医师也提到 最近很夯的清冠一号 有许多民众上门求诊 都在寻这味药 因为现在清冠全台湾都缺货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类似 类似清冠一号的一些加减方 有些禁冠方或防疫茶 这一些每间诊所 它会依照当地患者的特色 或者是一些特性 去配一些防疫的茶 喝防疫茶顿中药补生 习惯与病毒共存 可得要增强抵抗力 才能防毒可怕的病毒入侵 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